解放 不是曲面要產生革命 不是這個意思 跟那個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revolution 是這樣子看的 就說如果我現在先考慮有一個 regular curve 在這個 R3 上面我要考慮一個 regular curve 然後我做一個這樣的 rotation 之後 我所得出來的這樣的一個 surface 就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一個 surface revolution 那我們就說怎麼看呢 那假設我就tack有一個 curve 如果tack一個 regular的 curve 在 x 跟 z 的 frame 上面 所以我的圖形的意思就是指說 我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我的 graph 可能畫成在這裡好了 就是我去考慮有一個 curve 可能在這裡 那這個是 x y 那就是這個讓它在 x z frame 上面 所以是跟 y 沒有關係 就是 x z frame 上面 就是這樣 然後我要讓它做一個 rotation 所以如果說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那我就代表說我的這個 curve 可以寫成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有這個 c 呢 是從這個 r 呢 是從這個 r 呢 應該以前我們就是說一個 curve 是從一個 interval 好 然後到 現在是 space curve 所以我們知道 r 3 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是送一個這個 把它寫成這樣子 就是 c v 呢 可以寫成 f 的 v 0 g v 好這樣的函數 好 那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指說 我在 x 的地方 就是 f 的 v 在 z 的軸的地方 是 g 的 v 好 那我這個 v 呢 是藉在一個 interval 裡面 如果你按照我們本來這樣看 老師在以前 剛開始介紹的時候 應該是說 c 從一個 interval 在這個 r 裡面 只是老師寫快一點 我就寫 r 事實上你心裡知道說 是從一個 interval 這樣過來 好 那我們在這裡做的時候 比較多一點 就希望說 因為要為了這個 等一下方便 也是在做這個時候 好看 好看就說 你也很容易看到 那我就讓這個 f v 呢 我希望它是 positive 所以我希望 也就是我希望這個是 positive 好 那我的 surface 怎麼來呢 我的 surface 就 希望利用這個 curve 這個 curve 就是我的 c 就是在這裡 利用它我要做 rotation 所以我就說這個 x 呢 從 u 到 r 2 呢 到我的 s 到 r 3 這個 surface 呢 這個 surface 呢 是 obtained 所以我們要做 z 軸 那就是我要對 z 軸做 rotation 所以就是這樣子做 然後 所以大概做出來呢 大概做出來呢 就是大概是長這樣子的 一個 surface 就是我利用的 有一個 regular curve 然後呢 我就在 我知道它是在 x z 的 plane 上面 然後對它做這個 對 z 軸做 rotation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時候呢 這個 u 呢 我就可以寫成 u v 然後 0 小於 u 小於 2 pi 好 然後 這個 就是我們的 interval v 就是這個 interval 一開始這個 curve 的 interval ok 好 老師還是很希望你們要抄筆記 ok 坐在這裡了 動動手 好不好 就 你就不會睡著了 好 那這裡當然你可以 知道這個為什麼沒有等號 好 想一想可能 應該會想一下 為什麼沒有等號 好 如果有等號會發生什麼事 好 那所以呢 這時候我就可以把 x u v 會等於 f 的 v 然後這是 cos 的 u f 的 v sin 的 u 這是 g v 因為我們做這個 rotation 所以你知道每一個都是圓的 圓的 所以你一定會有這個 cos sin 的情形出來 好 好 那如果說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他們相等的時候 就有什麼問題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當我 所以我們說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 regular curve 然後我令他們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然後我希望呢他去做一個 rotate 就是把這樣的一個 curve去做 rotate出來 然後我就說這樣子的一個 surface 一個 surface 就是一個 regular surface 也就是這個會是 regular surface 所以你要 要告訴人家是不是真的是 那你要正一下 所以 要正的話 那這個很顯然沒辦法用 horposition 症對不對 好 你沒有辦法看他們是不是 smooth function 然後你沒辦法 所以你這時候只好用那三個 好 那三個就是第一個要是它是 是 non-singular right 好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 就是說 好 它是不是differentiable 當然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說它是個 regular curve 所以就代表這個 regular curve 因為curve就是 surface一樣 所以它其實已經是differentiable 所以它是differentiable 是沒有問題 所以 那這也都是differentiable的function 所以第一個 differentiable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也要check說 它是不是one-one-on-two啊這些 好 那老師就check一下 我們就看它是不是one-one呢 它是one-one嗎 那我們就看 如果你要checkone-one 就代表說 你從image如果相同 他們只好 就是 之後會不會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一樣 uv 會等於 u'v' 那有沒有辦法去得到u要等於u'v' 那我們就看一下 好 那就是從這裡每一個來看 所以如果你從第三個coordinate 就是你從第三個coordinate 你就已經看到了 就是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裡是每一個coordinate 比如說這個 這個v的cos u要等於f的v' cos u' 然後這裡cos vsin u要等於f的vsin 你會有三個coordinate up' 然後還有這個 g的b 要等於g的b' 好 你會有三個式子要看 好 那你對第三個式子來看 你就馬上可以看出來 這個式子呢 它是g的嘛 那g是誰的 這邊的 好 那這裡呢 因為c是regular surface 所以它一定也滿足 那三個條件的 所以代表說 它也會是1-1 所以代表 這裡呢 你就可以知道 它一定是1-1 就是v一定會等於v1 因為 c是 regural surface regural curve 沒問題 這是一個 好 那你現在怎麼樣去看 這個 這個u跟u'的關係 好 那你可以看說 如果我要這樣看的話 當然在這裡 我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就可以看說 in fact 我可以把它們全部 做一下平方 也就是說 我可以看到f'v的平方 這邊就會變成cos 平方u 加上sin 平方 這邊會等 f平方 v' cos 平方 加上sin 平方 prop 這是u' 這是u'的 up'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也是一樣這裡可以得到是 因為這個是positiv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會等於它 那當然也可以知道說 一樣知道它是這樣 那因為你把這個帶過來的話 你帶回來的話 你就知道說 一定要等於up' 沒有別的 好 把它帶過來也是一樣 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這個是one to one 好 那這個還有你要check什麼 check它是不是continue function 它是不是continue 好 那你要check 它的inverse是不是continue 好 那這裡應該都不是很大問題 那老師就想說 也可以讓你們做練習 那練習的意思就是down homework 那因為 課本有 老師教課本沒有的 課本有讓你自己讀 那down homework OK 好 好 再來呢 它是不是non-singular right 它是不是non-singular 所以你在做這個 homework的時候 就可能會知道 老師剛剛有跟你講那個 U怎麼取 其實還蠻重要的 好 那我們要check它是不是 這樣的一個service 它會不會是regular service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經過這樣的一個部分 它會不會是regular service 所以我們check一下 好 第三個property 就是第三個property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 好 我們要check這個 第三個就是 好 check 這個 這個dx difficial 這個mapping 是non-singular 好 是不是non-singular 那當然就是要去看它的這個 Determate的問題 好 那也就是說 這個意思就是 代表 我們要去check 這個 對 U Wage 這個 對 V 不要等於0 好 這是我們希望的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它這個位置在U上面會變成什麼 第一個我們如果對U為分的話 這是cos 這是cos就會變成-sin 就是sin就會變成cos 所以這個會變成 所以這個會變成 F的V 負的sin U F的V cos U 然後0 因為它沒有U 沒有U的函數 我們看一下如果是對這個 x 對v的話 好 那這就是F'V cos U F'V sin U 然後 G'V 好 那我們希望去算它的這個 Wage 好 product 那我們就可以看說 當我們要做的時候 其實有三件事都要做 也就是說如果 它又不等於0 那我們同時也可以想 如果它會等於0的話 就是有哪三件事都要等於0 也就是 就是 我們要去check這個 好 老師想把 盡量解散空間好了 好 這個xy uv 那就是在這裡 xyuv在這裡 好 那大家 很快的可以跟老師一起目測 這個可以看一下 你就算這個 算這個 所以這個就會等於 這個會有sin 所以 負的 f' 然後sin平方 再減過來 也是負的 所以可以提出來 那因為是 sin平方 加上cos平方等於1 所以會等於f v f'V 這是第一個 好 然後再來呢 這個 這個 如果是yz 還好 在這裡 好像 提起在這裡 還比較好 馬上可以看到 這個會等於 就是 這個g' g' v f' 然後cos u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 partial 這個 sz 的 partial uv的 我們會等於是 負的f v g' g' 3 sz u 好 就會變成這樣 就直接在這裡看 這裡負的 然後 這0 所以會有一個負的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現在如果我們希望它是 nsingle的話 那就代表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不等於0 那也就是也在講說 如果它要等於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 這個 換句話說也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wage 如果它會等於0的話 if and only if 就是代表 1要等於0 2要等於0 3要等於0 是不是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來看說 有沒有可能 如果都不可能就代表 就 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 就開心的事 好 那我們就來看 1如果要等於0 好 有沒有可能 可是如果1要等於0 因為我們說 fv是positive 的 所以如果1要等於0 就是這個f'等於0 那再來看這個 如果它們要 多等於0 那這剛好因為 跟我們剛剛算一樣 就是因為它有cos 有一個sin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 好 我們可以把它 這樣算一下 好 所以從第一個 買第一個 因為fv 代0 所以我們就知道f' v 要等於0 這是第一個 你所知道的 好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第二個 跟第三個呢 因為你這樣平工算 也不知道怎麼算 所以你還是要等於做平方 以後三加看看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當我做平方之後 其實因為他們都有fv fv又都是大0 所以 就是by 2跟3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然後 g' v' 然後 然後 這裡當然會等於1 就是cos 平方 加sin 平方 所以 它要等於0 那因為這個是positive 所以也是一樣 你要讓g' v' 要等於0 也是只有這件事情 好 可是 這個有沒有可能發生 就是說 f'對v的微分等於0 g' 這個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們就回來看 這個從哪裡來 這個是從我們的c來 我們的c在這裡 所以 c是f的v 0 g' 所以 如果說 這個 the prime會等於0 那因為我們說 c是一個什麼 regular curve 所以它一定是 不會等於0 所以這時候會矛盾 對不對 如果這個都會等於0 所以其實因為它是 因為c是 一個regular 的curve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c的made平 它也會是non-singular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 所以這個f'不會等於 g'不會等於0 好 所以我們一定可以證出來 它是一個 non-singular 好 所以我們最後就想問一個問題 就說 我們一開始說 這個事情怎麼做的 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是說 有一個regular curve 老師就取 剛好是在 xz這上面 然後呢 我就沿著對 z軸做 這個rotation 然後生 生出來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surface 我想要check 它會不會是一個regular surface 那這時候當然 我是任意找的 所以我的一個prometrization 我就找出來說 我是這樣子做 然後我讓這個prometrization given by this way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很快可以看到 是differentiable 1-1 然後也做出來了 好 那最後我還是做一個 就是它是不是non-singular 然後也是做 那你一定可以發現一定是說 當我在走每一步的時候 當我走這一步 它是彎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裡如果能夠彎彎 是必須 C是regular 當我證它是不是non-singular的話 有用到誰的性質 C一定是regular curve 所以代表 如果有人問你 我是一個service 是一個revolution service 然後我就說 則我就是regular service 你的答案是點點頭還是搖搖頭 好 就是如果我告訴你 我現在這個是一個revolution service 所以我一定就是regular service嗎 不一定 因為你要先確定說 你這個revolution service 是以怎麼樣的curve 你的curve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一個regular curve 去繞出來的 也就是如果說 你在微七分裡面可能常常看 比如說我們也有可能做這樣的 然後你就做這樣的 有沒有 或者是你回家看一下 現在好像沒有這種洗衣機了 以前小時候洗衣機是不是 這個裡面是一個這樣子 然後轉出來的 有沒有 然後你衣服丟進去就可以洗得很乾淨 現在洗衣機好像沒有這一塊 就放進去滾筒 利用這個蒸汽去洗淨它 以前是利用這樣一個 然後 然後你就會發現呢 什麼樣的衣服洗得乾淨 如果說各位都還好 如果說我們是做什麼 這個很辛苦的 如果你要讓它洗很乾淨 你一定不希望這個Sendom Smooth 一定會有一點 有一點讓它這樣子碰到的時候 努力的洗努力的洗 那你就知道那時候有幾個點 就可能會有間點 好 那這時候所生出來之後 也是一個Revolution的一個Service 但是它不一定就是Regular Service OK 那當然現在我們的洗衣機好像都是 就是裡面空空的 然後靠著這個水啊 Q這樣子 然後洗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記得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Service是Revolution 一個不是要革命 另外一個也不是 它一定是Regular Service 它一定要是要確定 它都是本來的那個Curve是很好的 OK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你們都上到這裡